原标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三小时死伤超二十万人的局面? 二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上,尽管美军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,但仍然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日军顽抗。 如何在降低伤亡的前提下,尽快结束战争困扰着美国决策者。 1944年8月,历时三个月的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结束,美军以两万三千人伤亡的代价攻占了岛屿。 欧洲战场已经反复使用过的选项战略轰炸,被提上一程。 美国对日本的轰炸是自1942年4月18日的杜利特空袭,但因为飞机航程、数量、性能等诸多原因,美军的轰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,无法对日本的战争潜力和军民士气造成直接影响。 马里亚纳群岛为美军提供了新的前进基地,与此同时,跨时代超级轰炸机和战先驱的B-29开始大量投入战争。 B-29组装线,B-29是二战期间体型最大,系统最复杂的空中武器,拥有当时最大的翼展和螺旋桨,锤尾相当于三层楼高。 B-29使用了增压座舱,飞行员不再需要穿戴氧气面罩和沉重的飞行保暖服,基在雷达APQ-13是二战时期最先进的中央火控系统实现了对炮塔的电动遥控。 整个飞机约有150台电动机,光电线总长度就达11英里。 4台外特R-3350旋风发动机,不仅确保了电源供应,还提供了357英里小时的最高航速,38000英尺的升线,以及1600英里的作战半径。 这意味着它可以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,直接轰炸日本本土,再返回群岛。 B-29已表盘,1944年11月24日,B-29开始从这里起飞轰炸日本,但精度极差,造成的破坏微乎其微。 1945年1月,在欧洲空战场上,已经在域满满,陆军最年轻少将,38岁的特蒂斯里梅上任,开始领导第21轰炸及司令部执行对日轰炸。 然而,自然条件的差异时,西欧洲上空的乡士编队和高爆弹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战果。 李梅开始尝试夜间低空轰炸,提高轰炸精度,他还下令拆除尾炮以外的所有防卫机炮,载弹量增加到7吨以上。 上世纪60年代初,担任美空军参谋长的李梅,1945年3月9日下午5点34分,334架毕,29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起飞,目标直指东京东部居民去。 这是因为日本战争工业大量地域军渔民,很多战争物资依托居民区利小作坊生产。 如此军民融合,成为了灾难的开始。 3月10日凌晨0点15分,轰炸机编队到达东京上空,领航机率先投放了M47A2燃烧弹,在居民区制造了一个X型燃烧的作为标记。 随后,轰炸机群开始依次低空高密度投放M69级树弹,该弹由38枚6磅中的凝固汽油子弹组成,是哈佛大学的杰作。 投掷炸弹以木制建筑为主的东京,迅速燃起大火,当晚的大风助长,火火势。 0点30分,大火引发的强空气对流和风势相结合,形成了火焰龙卷风,火柱高达上百米。 火焰大量的消耗氧气,强度不断增大,温度高达一千摄氏度,如风暴一般在城区肆虐,东京变成了燃烧的地狱。 空中的B29机身被大火熏黑,在强对流中颠簸飞行,于三个小时,中共投下了两千多吨燃烧弹。 火焰龙卷风仕途,非东京大轰炸徒,无数从睡梦中惊醒的人,在惊恶中,瞬间被大火吞噬烧焦,还有人在逃跑中死于窒息。 一些人躲进了水泥或石质建筑,结果像在砧锅里一样被烤熟了,还有一些人跳进了河里,但在铁桥都被融化的大火中,于水中被活活煮死。 人体被烤焦的气味,甚至传到了数千英尺上空的机舱中,燃烧着的房屋残骸,被高温造成的上升气流带上天空,然后又在重力作用下砸了下来。 更多人被严重烧伤,又因为美国的封锁,药品稀缺,在随。 后的几天死于感染,燃烧的东京被烧焦的人体大风的助攻,呈是灭火设施的缺乏,导致大火持续了整整两天才被完全扑灭。 整个东京的四分之一,近41平方千米的区域,被彻底焚毁。 26.7万栋建筑化为灰烬,100多万人无家可归。 计划中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摧毁。 日本统计83,793人被烧死,40,918人受伤。 也有其他统计认为,死亡人数超过10万,还有10万被烧伤或枪伤。 相比之下,美军的损失远远低于预期,有9架B-29坠毁,5架负重伤在海面迫降, 其余轰炸机全部安全返回了基地。损失的这14架,多数是因为机械故障或高温气流。 4%的损失率,相比欧洲战场上,动辄10%的损失率,令美国人喜出望外。 要知道,二战等欧洲战场上,盟军共损失了16000多架轰炸机, 英美7万6000多名机组人员阵亡,伤亡率是地面部队的140%,堪称最危险的兵种。 当然,这次成功,也是因为日本的夜间防空能力弱, 人手不够,训练不足,装备性能又差,比如,一路横行太平洋上空的零式战斗机, 已经追不上全速飞行的B-29。 随后的一个州内,大阪,名古屋,神户,又先后遭受了火焰风暴的洗礼, 日本最大的四座城市近乎瘫痪,以没派出轰炸机专门投放船单,通知下一步的轰炸地点, 数百万人逃到乡下,工厂出勤率不足一半。 轰炸之后的城区3月18日之后,美军的轰炸暂停了一段时间,因为燃烧弹暂时耗尽了。 5月9日,在谋战结束的当日,B-29机群再次飞连东京,又将50平方公里土地化为焦土, 火光在200韩里外清晰可见。 5月26日,500多架B-29最后一次光临东京,投下了4000吨燃烧弹, 至此,东京不再有一丁点被轰炸的价值了。 东京遭轰炸事意图,黑色区域为3月10日被摧毁区域到1945年6月, 日本绝大多数大中城市已经陷入货瀕临瘫痪, 美国开始把目标转向了30万人以下的中小型城市。